大家好,像蝴蝶蓝、石湖蓝、卡特蓝、兜蓝或是文心蓝这一些蓝花品种它都是属于热带蓝 在我们国内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叫它羊蓝 那么羊蓝呢,其实很多花友在买回家之后呢,总是养不好 或者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把它养活 养了一段时间呢,就出现了一个枯死的现象 那么我们其实啊,这些羊蓝的话呢 它和我们的一些国蓝,它的这个都是属于蓝科植物 它的这个生长时期都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养护方法呢,都是非常的相似 那么我们养护的过程中,要想真正的把它养活 我们这里呢,就不说养好了 要想把它养活的话呢,其实大家要做好五药就可以了 那么五药是来五药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环境的通风透气 这一点呢,是我们养很多花卉都是必须的一个条件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盆底要透气 因为盆底的话呢,这个透气性一定要非常的好 浇水之后的水能够尽快从盆底流出去 这样呢,就不容易造成积水难根的现象 第三个就是盆面也要透气 盆面的话呢,不建议大家用一些过细的一些质量 盆面如果用过细的质量呢 它的这个盆面的透气性不好 也是很容易造成这个水分无法蒸发出去 也会容易烂根 第三个呢,就是盆必要透气 大家看我这些羊懒的话呢,很多都是用这个 这种盆 这种盆的话呢,它的透气性非常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盆土里面的通透性透气性就非常的好 是比较适合这个羊懒的生长的 最后一个呢,也就是第五个 就是机制一定要透气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些羊懒的质量基本都是用一些男科的质量 它的透气性都是非常的好的 那么,浇水之后呢,盆土就不会出现一个长湿而不干的现象 也能够有效的避免你的这些羊懒烂根 那么这样子做好这五药的女的羊懒想要养活就非常的容易了 其实这五药总结起来来说的话,就是一定要透气 每一个地方的那个透气性一定要保证好 那么你的这个羊懒才能够养得好 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羊懒生长过程中必须的五药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我们下期见